竹麵館也是昨天結束 昨天結束的時候 基哥和一班好友有一個籤別 我們叫散水宴 散水宴是充滿溫情的 先看看照片 也不只是你們那台 我外面有朋友 我弟弟有爬山隊 我們最後看到誠哥的弟弟 誠誠哥的弟弟不是誠哥的樣子 這是銅鑼灣叉燒嗎 這是大一的燒尾檔 這個叫藍叉 美女看到叉燒 這是染色叉燒 這是人工色素 如果沒有色素的人就覺得不像叉燒 多厭尖 一來就看到 你女人也有時化妝 哈哈哈哈 好了 下一張照片 我們快點講講這個散水宴 其實這個不是用炸油炸鬼的爐來做的 是的 你多厲害 因為用到盡了 因為昨天的油炸鬼都賣了 還有一盆油 我有一個特別的器皿 是去炸東西的 油炸鬼 我不是找大爐大鑊 我是有一個日式設計的炸爐 怎樣設計呢 因為它這個炸爐都是人家炸天婦羅的爐 這是一個新進技術來的 當年來講 現在都是十年前的事 它就是煮滾了水 水的沸騰點是100 表面就是生油 它是沒有隔開的 因為大家的重量不同 密度不同 永遠你也知道 油浮在表面 水的密度比較密 就沉在底 它就設計了一個用水 煮滾水的溫度 上面放了幾公升的油 就沒有分隔 它中止水熱 就用熱度傳到油 去炸東西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說 不如我跟那個爐具廠說 做一個來試試炸油炸鬼 可以不可以 當年我很大膽想這件事 因為他們在中菜裏 都沒有這樣的想法 覺得可以不可以 爆炸 你燒熱油在表面淋水 就爆炸 但是它是燒滾水去煮熱油 一個在表面一個在底 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我用少些油 為什麼用少些油呢 其實炸東西一定是這麼多的油 只不過油沒有揮發過 因為在水面坐暖它 也不會煮到它變焦了 即是深色了 沒有那麼容易把油煮到變深色 保持久一點 油也是這麼清爽的 這樣是好用的 現在大概是一個星期 我星期六休息 星期五晚 我就放了水 放了水 放了水之前 在表面撈了八成的油 先走了 那些油炸東西一定是有些碎 有些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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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直沉在水中 我便不用了 我便可以留下八成的乾淨的油 然後就兩成的油 看看它 還是髒的 我連水裡放出來 剛才那個讀渣子 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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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是另一個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 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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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渣子 時間 時間 不不不不不 時間時間 都是同一個字 不同音 是同一個字 但是在詞性的用法上不同 不過算了 那個人是約定俗成了 其實我們也聽過老師說 總之大家共識到那件事是什麼 沒錯 就可以了 你咬暈著字 人家說了別人不明白 不如不要說 不過因為不是很通行 人家說渣子 如果通行就無所謂 但我有一個很不明白的 都沒有請教你 家權兄 嘩 你是師傅 文學的東西 我們走狗辯 為什麼我們旅遊 香港人寫 有隻小艇的游 國內的旅遊 就是三點水的游 怎麼解釋 老實說 最原本是三點水 但當文字發展出來的時候 因為用途功能多了 三點水撥去游泳的游 游覽的游 旅遊的游 就變成有餐廳仔 因為餐廳仔 游船河 對 所以我理解 游車河 游船河 有東西載著它去游 旅遊就是應該 所以文字發展到多一幾個字的時候 分開不同的用法 但你知道大陸很奇怪 很多時候 你究竟乾字 乾濕外的乾 你會弄錯了 過分簡化 有些字不應該簡化 我有一件事最不喜歡簡化的 就是什麼 性別的名字 你祖宗改 你跟祖宗是什麼姓 我明明是姓蕭 什麼姓蕭 現在真的複雜 究竟 原本蕭是有一個姓的 真的有一個姓 究竟 阿先生 你是姓蕭還是姓蕭 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祖宗不是姓那個姓 我最不明白 幸好你是全國的大姓 我沒有簡體字 最重要就是 你各樣都可以 你有獨立的字體 或者簡化了它 容易學 容易寫 但姓氏我覺得 不應該 應該用古字 不要說什麼 總之傳下來 我祖宗是姓這個 神書牌就寫這個字 無端端寫到你那一代 變成一個姓字 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 即是不要祖宗 權力是最大的 令人腐敗 藝文是沒有發出的 其實沒有人說過 連講也沒有人敢說 你大膽吧 我打算差不多近那頭 那就說了 那天有人問我 阿基哥現在到六十未 是這樣的 真是哄我開心 你猜不到 阿基哥快到九十了 其實我們那個基因 下來 我們發育得慢 那些人的腦袋也是 我們很遲才會學說話 四歲才說話 都還要來 那些腦袋是遲的 經常都顧著睡覺 好像我女兒 睡了十二個小時 我也是 那些人發育池 就像是把退化 推遲了 所以就看了 像是六十歲 我的腦袋 你那些經常不睡覺 一天睡三天 那些快點摧殘了自己 我真的殘了很多 那就殘了 像斑哥一樣 我不能說斑哥 他過份享樂 他過份享樂 這個蝦多士 炸得很漂亮 那些油也很漂亮 反應出的油很漂亮 最重要是炸東西的油 你不要省 炸東西而已 不用加新鮮油 其實是錯的 你加新鮮油是脆一點的 顏色又一定濕醒的 我去日本選擇天賦樂店 一定是盡量選擇頂級的 因為第一層油是他們用的 用了兩層 然後賣給其他普通的 那是不是每間都用麻油炸東西呢 在日本 是加幾種油的 其中是有麻油的 否則是不夠香的 這個是他們的技術 逼油出來的功夫是很好的 你一直知道都不見油 是啊 厲害 下一張照片 外賣回來的 這個不是粥麵館 粥麵館沒有鑊 而且只有鑊 要煮兩圍的 這間露水可以 在你樓下 過兩條街口 不要告訴你哪個 這間店快爆棚了 下一張照片 嘩 這個好吃 也是那個出品 鵝熊 也是那個出品 鵝熊 我就怕 我四點鐘都買回來 因為我只顧著打冰箱球 又這樣那樣 那樣 就回來煮熱 我看到 涼了 我說警叔 你和我 慢慢煮熱 你不用下水 因為鵝熊是水造 你煮高溫少許80度就可以了 不用煮滾 太滾 會老了 即是鵝熊 警叔處理得很好 好 下一張 這個是機哥最愛 對 那些小麥魚桶 你不要說 很快賣掉 那些小麥魚桶 很快賣掉 我還要選擇 最小的選擇三斤回來 大一點我也不要 大一點不要太好吃 硬了 阿美還說 那些醬汁你不留下來 拌麵拌飯嗎 他經常吃這個 對 我不怕膽固醇 我說不用了 今天這麼多食物 那些醬汁不要了 那些醬汁 那些醬汁比鬼 他拌意粉 那些醬汁 那些意大利餐 對 他們很流行 對 來 下一張照片 白色黑的簡單 因為我現在 沒有現在 沒有了 三個酒樓停下來 還有很多客人 喂 還有沒有可以吃 我們想晚飯在你那裡吃 雖然你沒有酒樓 你還有粥麵館 那我答案就是 廚師發辦而已 你沒有選擇 為什麼呢 我說我廚房負擔不起 你說要拔那樣 那樣 我告訴你 一定是 你們來吃飯 一定指定動作有兩樣東西 白色蝦 蒸條海魚 這兩個一定定下來 因為 我買了蝦 吃剝蝦的時候 我就去蒸魚 我買到什麼魚 就蒸什麼魚 買到什麼海魚 就蒸什麼海魚 你不能選擇